这个选举 接下来一定是三个人 势均力敌 因为包含陈时中 高人气 黄珊珊有行政经验 那这个蒋万安 是因为国民党过去在台北市 他的基层就非常非常稳 所以就算是蒋万安 逛公啊躺着选啊 没有认真选啊 什么东西都很慢 你看他还是有三十五% 你觉得台北市的蒋万安真的很稳 我跟你说你看他这样都没什么在走 还是他在走也没说造成什么新闻 你看他还是有三十五%的支持 那真的有 有有有 算到买了 数满头数到最后 能不能还有三十五%不晓得 因为他的强劲对手黄珊珊 这个就是在旁边等着他 他只要有一点点的缺失 其实一点点让人家看不起 或者是觉得说他不够烂的时候 他的票他的积极 这就叫黄珊珊处去 所以这个蒋万安 这几天也开始在紧急的在抠 而且在组织他的这个 他的团队 包含这个前市长这个郝龙斌 包含上一次选过市长的丁守中 他现在才在整合 可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昨天才看到他在整合 我就会想说 那你之前没有想过要整合吗 为什么 你已经被推出来这么久了 推出来的候选人第一时间不是就是整合自己团队的人吗 你怎么会搞到现在陈时中都已经宣布出来 而且团队都已经成行 国民党才在整合这些人 甚至连姓毅松山的这个陈永德议员才在被整合 陈永德议员就是之前带着黄珊珊去见里长的那个议员 所以他本来不想整合觉得我靠我自己可以的 可是现在因为声声太差 不得不整合是这样的吗 确实会让人家这样认为 你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天龙国的王子 我顶着姓蒋 而且是国民党出来 大家就要这个抬轿子来支持我 来蜂擁而至 结果没有想到大家都不知道 咱们现在包含黄珊珊把他的票越吸越多 陈时中气势凌人之后 他才开始整合 我觉得都是被逼的 现在来拜托太晚了 因为他对他来说 他本来想说我只要挂着姓蒋 出来选举我就要赢 所以你们这些人是自己要靠过来的 我不用去整合你们 现在这是被逼到 就是我必须要去整合这一群人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显现出来 这个蒋万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真的觉得自己是天龙国的王子 然后现在是被逼到不得已了 所以才开始下去证